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之前只有一個不舒服耶 吃東西的時候會覺得胃脹氣 畢竟它明明就是一個肝硬化 胃脹氣的毛病人 其實它是肝硬化的前兆耶 我朋友說 心肌梗塞 我想說這個想要 很嚴重是不是 做一張心電圖的時候 我跟她說對不起 妳這個是急性心肌梗塞 前兩天啊 我就是下巴又有點痛痛的 然後就在那邊揉下巴 然後我就說 那個周周老公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好難喔 對 根本就是想撒嬌吧 她想說我是不是 想打什麼醫美 然後我就想說我怎麼痛痛 她說那妳可能要掛一下 這個心臟科 我整個就這樣 妳是會不會 妳這醫生這樣行不行啦 我下巴痛耶 怎麼會到心臟 對 她就說 虧妳主持俗女家務事 有這麼多的醫生 難道沒有人告訴妳 有時候心臟的毛病 會反射在下巴耶 真的假的 那還真是長知識了耶 所以其實像我們常常會以為說 我們頭痛就看頭啊 腳痛就看腳 對啊 今天要告訴大家 有很多妳的不舒服的症狀 可能妳以為是頭痛 但問題根本就不在頭 對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 最厲害的江醫師 部院長 妳有被騙嗎 其實不能說我被騙 是病人被騙的啦 有人說這個為什麼會被騙 是因為比如說以腸胃道而言 當妳不舒服的時候 妳只會噁心 妳只會嘔吐 妳只會拉到肚子上肚下瀉 可是這後面原因那麼多 今天妳腸胃炎 妳會不會上肚下瀉 妳會噁心有多 會嘛 會啊 妳感冒會不會 會啊 也會啊 如果我有第三胎了也會 也會啊 就好妳吃到不乾淨的東西 妳也會噁心吐吐 對 所以我才說 人體的反射動作 只有那幾個而已 可是後面的病這麼多 所以當然 如果大家出來的症狀 是一樣的時候 誰會知道妳是什麼毛病 那時候我還是急診 那個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就送了一台那個 病人就進來嘛 很緊急喔 因為他一路推斷過來的時候 他那個床上的床單 通通都是紅色的 因為那個男生 四六歲的男生 他一直在吐血 所以我們就胃管放進去 想要拼命的幫他洗胃 一般來講 如果你出血量不是很大的時候 你洗胃洗一洗會乾淨 所以他完全沒有 怎麼抽都是鮮血 一直流出來 一直流出來 直到趕快就聯絡 外科醫師進去開刀 那一台刀 因為那時候我是住院醫師 我手底下疼 我是聽上去的學長說的 是 他說一進去 人的胃大概這麼大 那個人的胃大概 你被內出血這麼嚴重 那個出血會 有時候會淋成一些血塊 所以血不會一直往下流 他的出口會被血塊堵到 所以上面的血會一直在那邊 所以整個胃就變成 他們開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他哪裡在流你知道嗎 他是 然後他也會跟我描述 他的那個病人的肝臟 一顆一顆的都是硬化 跟榴槤一樣 病人他明明就是一個肝硬化 造成了胃食道靜脈曲腸的出血 不然我們去問他說 奇怪了 你怎麼會自己的肝臟 搞得這麼嚴重 你都不知道 你之前都沒有不舒服嗎 他說他之前只有一個不舒服耶 就吃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胃脹氣 你覺得吃東西胃脹氣 你會幹嘛 一定是看胃啊 沒有 他其實很愛心 他這個人還滿怕死的 他吃胃藥 他吃強胃散 吃了兩個禮拜之後 沒有效 他也沒有一直吃 因為人家跟他講說 如果你是胃痛 你吃腸胃散你會好 如果說你吃兩個禮拜 你沒有改善 你有可能是腸胃功能不好 建議你吃益生菌 其實他肚子痛 已經大概半年多 常常都會覺得胃脹氣 其實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們人裡面 所有的內臟的器官 最後都灌在哪裡 最後都灌到肝臟裡面 當你肝硬化的時候 這就是一顆石頭 所有的靜脈流到石頭的血 會流得很緩慢 後面的腸胃通通都會鼓起來 所以就塞住了 所以就塞住 有點類似水管塞住一樣 所以他通通塞在胃跟石頭 那個靜脈的地方 就會被撐大 所以我才講說 一個小小的一個 脹氣的毛病而已 胃脹氣的毛病而已 其實他是 他肝硬化 他沒有像我們講的什麼 肝硬化的人一定會什麼 眼睛看起來黃黃的 沒有 他還沒在那一步前 他是用腸胃道的不舒服 來表現的 可是你腸胃道不舒服 你會想到你肝臟不好嗎 你不會嘛 你只會想說吃胃藥 不然就是益生菌 現在大家跟你的觀念 都是這個樣子 我分享這個案例 那時候也是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他這個五十歲的女生 他是分到三級血 什麼叫做分到三級 就是我們來到急診會分 一二三四五級 看病人的狀況 一級的話直接衝進來 一級就是那種死掉 頭斷掉那種 頭斷掉了還要衝進來嗎 他是誇大 就是 這個有 還有扶著 還有扶著 高處最樓 頭先墜地的那種 那種的狀況大概不好 所以三級大概可以等多少 十五分鐘嗎 三十分鐘 然後四級四十分鐘 五級的話 你自己憑良心講 其實你可以看門診 他可以等兩次 可以先回家 對 那他就是三級這樣 他就說 他剛剛咳了一口血 那我就說 咳了一口血這樣 我說給我看 他就把他手帕打開來 我真的有血 但是我沒有看到痰 那我就說 是咳血還是吐血 他說 就血從我垂拔裡面出來啊 那不是咳血嗎 那咳血的話 我會認為是肺的問題 那吐血我會認為是腸胃道的問題 但是他一直講的時候 他又 就覺得你這醫生在問什麼東西 那他感覺很慌 後來我發現不是真的慌 他心跳很快 所以我就跟護理師說 他可能血壓要掉了 然後我才準備把他的點滴 那個單子開好 拿給護理師的時候啊 他就對穿腸 所以這次證明給你看 他是噴血 他是吐血 他是吐血 對 誰叫妳要激他 一直激他 他吐血你看 對啊 一直搞得清楚 現在就吐血 用好好講 一直懷疑他 吐血你看 所以我正確啦 你是吐血 你不是渴血 對 我就趕快請護理師 你們打上點滴 然後我把他退到急救室 我說我要幫你插管 然後他就說 不要救我 不要救我這樣子 他知道他叫你放棄他 對 我想說你是可以救的啊 對啊 但是又有病患自主權 我現在我很為難 戴爾塞啊 耳部叫 什麼 還是叫他 我是想要這樣子 而且我那個 準備把他打婚 我不是說打狼頭打婚 我是說準備拿藥 我都已經叫護理師準備好了 先鎮定 然後我要把他打婚 這時候家人來了 家屬就說 那我們要救 我就說 好 我聽你們的 對 我就進去 我就叫護理師趕快打麻藥 然後就把他插管啊 然後把他穩定了之後 這個病人身上就都是血 我們至少用乾淨一點 送到家務病房 讓你做胃鏡嘛 所以我們就把他身體翻過來說 下面是一個人字型的血 人字型的 因為他床單都是他 因為他剛剛一直吐噴 然後就順著他的身體 到他背後 可是我們 這個血量很大 對 就未進才發現 其實洞只有一點點 他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潰瘍 那怎麼會吐成這樣子 他的潰瘍下面 剛好走一條動脈 那他剛剛那是靜脈喔 我這個是動脈 靜脈是慢慢慢慢滲 動脈是 砰砰砰砰 一直在噴 對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覺得他是咳血 是他可能咳了一個瘦 然後吐出血 但是他其實裡面一直在流 可是他明明就只是一個潰瘍 有什麼理由不救 所以他是有多痛苦嗎 他可能當下那個狀況 自己有點害怕 他嚇到他想說他咳血是什麼 不治之症 對 然後可是我們姊姊妹妹 有時候太任性了 聽話 聽話 其實很多時候病人是 他有一個症狀 但是他真的看很多科 都搞不清楚 到底要看哪一科 常常有病人有這樣的困擾 我之前有遇到一個 四十幾歲的一個婦女 她就是全家在放假的時候 一起到日本去玩 那玩回來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說含淚 胸口有點悶悶的 想說是不是因為都在罵小孩 所以很累 很疲倦 心力焦脆 不是去玩回來嗎 對 他就覺得 他就想說該不會是心肌梗塞吧 所以我這麼年輕 但是電視常常有一些新聞嘛 所以他也很有這個概念 他就想說那我趕快去掛 心臟內科 好 那去掛 當然就會做心電圖 做一做 醫生說都正常啊 是不是太焦慮 太緊張 那醫生就說 那不然我給你改腹腱科 你去腹腱科看看 也許你拉 請你拉傷啊 肌肉拉傷說不一定嘛 檢查一下 一次肌肉拉傷 好 就讓你給他安排一些腹腱 熱膚 紅外線這些 他每天去做 做...做了三天 不對 還是很痛耶 對啊 難道是我這個氣急攻心 是怎樣 我就是痛啊 有一天早上隔了四天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 水泡 他第一個反應是說 給我熱膚到我起水泡 非常生氣 他覺得他被燙傷了 對 他覺得他被燙傷 所以他就氣急敗壞的 來掛皮膚科 我一看我說 妳是長 帶狀泡枕 長皮膚 對 所以妳 差太多了吧 不是 真的 這是真實的 他說 可是他的帶狀泡枕 長在哪裡 像他胸口 長在胸口這邊 所以他一開始的疼痛 我說你誤會了 你其實從頭到尾 你這個痛 在水泡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都是帶狀泡枕的病毒 在攻擊你的神經 但是他說那前面醫生 怎麼看不出來 我說不是神 水泡還沒出來之前 他沒有辦法感應說 這是帶狀泡枕這樣子 對 他只是覺得說 他那裡痛 一直要到 一般就是痛了三天四天 水泡出來才真相大白說 這個是帶狀泡枕 但是那個水泡疼痛 跟胸口痛是可以分的 可以稍微分一下 因為像胸痛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來看 大部分都是熱肩 神經比較痛的關係 都是治癒神經失調的關係 那個跟姿勢 會有一點點的關係 所以你做一些伸展 你現在不舒服 你做一些伸展 它會緩和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蔡醫師 講的那種披折的痛 你怎麼伸展都沒有用 都超級痛 那個跟姿勢是無關的 所以這個痛法 還是有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